哎同学们大家好 那么这节课啊 咱们来唠另外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啊 咱们之前啊 说了这个网络的配置结构啊 里面有很多的层 每一层呢 有各自的参数是吧 然后啊咱们想一想 这些层啊和参数啊 是不是都是说 卡费啊给咱们实现好的了是吧 它已经给咱们实现了这样的功能 所以说 咱们可以调这样的功能是吧 那么有没有这样一种情况啊 就是说 今天呢 我自己一排脑子 我想出了这样一个功能是吧 我想在我的网络结构中呢 加上一些特别的层 那么这些特别层呢 完成了一些特别的操作 它有它自己的参数 有它自己的功能 哎如果说 咱们想要做这件事 咱们该怎么做呢 这个就是咱们今天要教给大家的 咱们怎么样去自定义 哎自己一个功能的层 那么看这里啊 就是说 现在屏幕上显示的啊 就是说啊 咱们现在的一个Protor TIT啊 就是网络的这个配置文件啊 我们前面就不看了 就是说在这个网络配置文件里啊 我看我加了一个层是吧 它的名字叫做mypython layer 我的python层 然后呢 有一点值得注意啊 就是说 它的类型啊 它的类型不是啊 咱们的什么data层啊 卷积层啊 不是 它的类型就是python啊 它的类型是python的意思 就是说 一会儿我要用代码 把这个python层啊 实现出来 然后啊 它也有这个top 也有这个bottom 是吧 有这个输入 也有这个输出 然后呢 它有一些参数 是吧 哎这些参数啊 咱们一会儿写代码 咱们就可以看到了 就是说 这些参数啊 我们都可以写一个python python parameter 就是说 通过一些python的参数啊 给它传递到 咱们的网络当中啊 一会儿咱们就可以 把这个 我们看这里写了一个数值 等于21是吧 咱们一会儿啊 就可以把这个21的值 加到咱们这个 网络结构当中来 让咱们的层网 做一个简单的计算 那么咱们啊 在看代码之前啊 我先给咱们大家说一下 咱们需要预备 做的一些东西 我们还记不记着 有一个咱们安装卡币的时候啊 有一个东西啊 叫做makefile config 是吧 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啊 就是说 咱们在对卡币啊 进行一些编译啊 或者是对卡币啊 做一些安装的时候啊 咱们都需要用到这个东西 是吧 比如说 咱们要编译python接口啊 manlab接口啊 或者是 定义的你的cuda啊 cudia啊 什么啊 都是在这个文件上 进行配的 是吧 然后呢 这里啊 只给大家说一点 就是说 咱们啊 要用这个python层 咱们这里啊 需要给它 留出来一个东西 是吧 我们看啊 这里有一个像 大概是在比较靠后的位置啊 有一个这个东西 叫做 wavespython layer 我们看啊 有一个wavespython layer 等于1 那么一开始啊 默认的情况下 这个东西啊 它是被 注视掉的啊 也就是说 如果说啊 大家啊 的卡币啊 没考虑到这一点 它一般都是这个情况啊 都是被注视掉的 所以说呢 大家需要做的第一点啊 就是说我们先把它的注视啊 给它打开 是吧 让它补变成注视啊 就是说 把这个makefile config这个文件 给它 这一行啊 就是说只管 如果说啊 你之前这个卡币啊 已经安装成功了之后啊 咱们只需要考虑这一点 就是说 把这层啊 给它注视掉 是吧 把它注视啊 给它打开 让这一行啊 等于1 这个东西啊 拿到出来 把前面警号给它去掉 然后啊 咱们给它关了 就可以了 好 这里取消就行 然后呢 咱们把这个东西取消之后啊 咱们是不是说 咱们啊 得重新进行一个编译了 是吧 哎 因为啊 咱们这回要把python层加进来 所以说呢 咱们啊 把这个makefile.config 这个东西啊 打开了之后 哎 makepython layer 那层打开了之后啊 咱们还要进行一个编译 是吧 怎么编译啊 我们先要进行一个makeclin 是吧 makeclin的意思呢 就是说 把之前的编译啊 先去掉 然后呢 咱们啊 在makeall 比如说makeall-j8 是吧 然后啊 makeall-j8完了之后 在makepy.config 是吧 再把这些东西啊 重新到尾 都从头编译面 由于啊 这个编译的时间比较长 这点啊 我就不带大家 再看一下这个编译的事了 就是说 如果说啊 大家想用这个python这个层 咱们先需要 把这个config里 把那个东西打开 然后呢 咱们从头到尾 再编译一遍 是吧 makeall 然后再makepy.config 然后呢 咱们就可以来使用 这个python层了 下面啊 咱们就从这个代码角度来看一下 咱们怎么样去实现 这么一个python层呢 我们一看啊 就是说代码 从代码角度来说啊 这个东西啊 并不难啊 短短几行代码 就可以完成 这么一个最简单的操作 那么首先啊 咱们还是需要把这个卡币啊 先导进来 然后呢 numpi 然后有一个yaml的这个东西啊 这个东西 其实不重要 它只是啊 把咱们的参数 做了一个传递啊 这个酷啊 应该是 我觉得应该是大家默认的 如果说是在无望兔系统下 这个酷应该是默认存在的 在windows下啊 我还没有实现过啊 因为我觉得应该也是可以直接用的吧 这个酷 然后啊 这里我看 我又导入了一个特别东西 叫做cv2 这个cv2啊 它就是opencv的python接口啊 这个opencv啊 大家 不知道大家数不数下 就是说opencv啊 它是一些里边封装了很多的 对图像的一些操作 是吧 哎呀 它封装的很好 然后呢 用起来也是很方便的 它这个 它提供了python 还有c++接口啊 我一般都是用这个cv2 这个cv2啊 就是说啊 你如果说你把opencv啊 它这个python的东西啊 都装好之后 你直接导入这个cv2啊 就可以把这个opencv啊 装进来了 一会儿啊 一会儿主要就是用这个cv2啊 把咱们图片进行读进来 然后啊 咱们说咱们这个python层该怎么写 首先呢 咱们在写这个层的时候啊 咱们要定义一个class啊 是吧 就是说看我这点 我定义了classmylayer 是吧 我们对照这里来看 这个为什么定义这个mylayer呢 就是说你这个配置文件里啊 你配置文件里 这块是不是要写一个layer像 是吧 你layer这个像里边写什么了 哎 你对应于你这个class就要写什么 是吧 这点要一定对应的上的啊 就是说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样 这个mylayer和咱们的配置文件里的 哎 这个mylayer 它一定要能够对应的上 是吧 然后啊 这个括号里面 咱们有计算关系是吧 我们需要把copy.layer 就是说括号里啊 这个东西 咱们要这么写 就是说括号里的东西 不需要大家变啊 咱们一定要是写上 copy.layer就可以了 然后呢 咱们写完了这个class之后啊 咱们要在class里啊 定义一些函数是吧 一般咱们都需要定义四个函数 是吧 这四个函数呢 哎 如果说大家懒得改 就直接照着我这个抄 是吧 第二就是说 先要定义一个setup啊 这个东西不是说我定的 这个东西是copy啊 它给咱们规定好了 这四个东西啊 这四个东西啊 缺一不可 然后呢 有一个setup啊 setup意思就是说 先先做一下准备啊 这个层啊 其实setup这个函数啊 其实不做特殊的东西啊 只是就是说 这个层啊 相当于做一个准备工作啊 没有做什么实际的事 然后呢 这个reserve啊 就是说啊 要不要你对你的数据啊 做一些啊 数据的维度的变化呢 啊之类的 然后看这里啊 这里有写了一个pass啊 pass什么意思啊 pass就是说 直接跳过这一步 这一步不执行任何操作啊 就是说有这么一个事 然后下面啊 下面有一个forward的 有一个backward的啊 就是说forward的 就是说前向传播 哎 这里啊 既然咱们自己写成了 咱们自己写成了 咱们就需要把它的前向传播 以及反向传播啊 都给它定义好啊 比如说这里前向传播 前向传播啊 我先进行有水shub 是吧 我前 这里咱们先说一下 咱们要做一下什么事啊 咱们要做这个事啊 其实很简单 我们看啊 这里我传进来了一个数值 等于21是吧 其实我要做的就是说 在我的前向传播的时候啊 我让前面特征图上 每一个值都加上21是吧 只是简简单单的 做了一个这么加法的操作啊 然后啊 因为咱们只做了一个加法操作 所以说 咱们这个top啊 就是说咱们的输出啊 咱们的输出啊 和输入的一个shap 它也应该是一样的 是吧 所以说呢 在forward这里啊 我先是把top的这个shap 给它定义好 是吧 top top.reshape 就是说 比如说这里啊 就是说 这个top0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 咱们的输入和输出啊 都可以有多个输入 和多个输出的 是吧 咱们这个输入和输出啊 就用index来表示 是吧 top0就是代表 咱们的第0个输出 如果说你想输出两个 你还可以写top1 还可以写top2 是吧 如果说呢 你这个输入有两个 你还可以写bottom0 bottom1啊 这些都是都可以的 然后啊 因为咱们这里啊 咱们是通过 卷积完后的结果 然后加到了 现在咱们这个 mylayer这个层里 所以说啊 咱们现在只有一个输入 也只有一个输出 所以说这个bottom啊 和top啊 只有理由这个效 然后呢 我这一步啊 就是说 我让我的输出啊 和咱们的输入啊 它们两个 就是说bottom和top 它们两个维度 大小是一样的啊 就是做了这么简单个事 然后啊 这个print print 咱们一会debug出来看 然后啊 这里就是说 我要做一件什么事 咱们实际的事啊 就在这个 在这行代码里 来显示出来了 就是说啊 靠这里top0.data 就是说 我输出的 哎 那个数据 也就是说 我输出的东西啊 点data 就是说 我要输出的东西了 我输出的东西 等于我输入的这个data 加上咱们自定义 这个参数项 是吧 这个自定义 这个参数项 就在这里呢 哎 我们用num啊 这个number来表示 咱们让它去加21 哎 这里啊 我们有一个参数项 是吧 然后呢 这个参数项 从哪得到的 我们是来准备阶段 把咱们这个参数项 给它取到的是吧 我们去找这个参数 哎 这找一下 这个参数里 叫num这项 也就是说 找这个参数里 叫num这项 它等于21 是吧 然后把21 复给了这个self.number 是吧 然后咱们在实际的 前向传播的时候 咱们就可以拿这个 self.number 哎 给它加进来了 是吧 那咱们的输入 加上这个21 就等于咱们的输出了 然后咱们的输出呢 就直接给它输出出来 哎 打印一下 咱们一会儿来看一下 这个啊 就是咱们前向传播的一个过程 很简单是吧 只是简简单单的 做了一个加法的操作 然后呢 这个反向传播啊 反向传播 看这里啊 就是说 因为咱们只做一个简单的加法啊 咱们这里不需要反向传播 所以说啊 这个反向传播 我就直接给它pass掉了啊 在这里 咱们只做了一个最简单的事 那么下面啊 咱们就来看一下 哎 咱们怎么样用这个python层 是吧 我们看啊 就是说 首先我要先把咱们定义的 这个convert.protot.tit 哎 把咱们那个网络层啊 给它架了进来 就是说咱们那个net啊 咱们这个net 怎么架了进来呢 咱们用copy.net 哎 写上它的一个路径 然后再写上一个copytest的啊 就行了 然后可能有同学问啊 就是说 为什么这么写啊 嗯 我觉得啊 就是说 咱们既然使用人家的框架啊 咱们就按照人家定义的标准 来写就行了 我觉得大家不用去深究 这个东西啊 为什么要这么写 因为啊 它这个框架 就咱们定义好了 咱们就需要把这个convert.protot.tit 也就是咱们这个文件 是吧 这个文件啊 其实很简单啊 只是对咱们的一个输入啊 就是说 对咱们的一个输入 进行了一个加法的操作 然后啊 就没什么了 然后这里啊 我们看 我们先读进来一个 读进来一个图片 是吧 我们有cv2.imdread 这个cv2.imdread 就是说 我先加载进来一张图像 把它保存了成一种 纳批尔瑞的形式 看一下图片吧 其实啊 这个跟咱们今天要做这个事啊 跟图片没关系啊 我随便找了张图片 然后呢 把咱们这个图片啊 加载进来 然后啊 图片加载进来了之后啊 哎呀 这块需要给大家说一说 就是说 咱们要对这个图片啊 做一些预处理了 咱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我们看这里定义了一些东西 是吧 咱们的 就是说 在咱们的网络配置文件里啊 咱们定义了一些东西 咱们来看一下 这个网络配置文件里啊 它定义的东西 就是说 它指定了你的输入是1 是吧 这个1代表什么 这个1代表一个byte 是等于1的 就是说 咱们一次玩一张图像 然后3呢 3代表它的一个彩色图 哎 这个3呢 代表它的一个高度 这个3 这个啊 不是 这个100代表着 它的一个高度 哎 这个100代表着 它的一个宽度 是吧 就是说啊 咱们现在这个 卡费的这个配置文件 已经给咱们定好了 咱们的输入 咱们输入的一个规格 是多大的 输入规格是多大的 还是写写吧 定义好了 咱们的一个输入规格 是等于1乘以3乘以100 再乘以100的是吧 那咱们来想一想 哎呀 它既然给咱们定义好了 这样一个规格 咱们是不是要对 咱们这个输入啊 也做一下改变呢 让它符合咱们这个规格 是吧 哎 咱们我先给大家来 打印一下吧 比如说啊 这里我先给大家打印一下 咱们CV2啊 读进来的 它这个shape是多大 咱们直接debug来看吧 咱们一行一行看 这个预处理这块 可能稍微有点复杂啊 大家可能第一次 做这个东西啊 有可能这个shape啊 变来变去 有点变懵了 我们来看一下 好 我们读 首先啊 现在咱们是给它 读进来了是吧 读进来了 打印一下shape 我们看 它对shape是一个 496乘700乘以3的是吧 哎 跟咱们想要的不一样 是吧 咱们想要什么 咱们想要的是一个 1乘以3乘以100乘以100 咱们现在不 咱们现在啊 不从数值上考虑 哎 不考虑这个100和100 跟咱们一不一样 咱们先考虑这个顺序啊 咱们现在说要什么顺序啊 byte size是第一位 然后呢 channel是第二位 然后呢 高度是第三位 然后呢 宽度是第四位 是吧 哎 跟咱们现在读进来的一个数据啊 是不是有点不一样 是吧 咱们现在读在数据 首先咱们现在读进来是个三维的是吧 然后呢 但是呢 咱们想要的是一个四维的是吧 哎 那咱们怎么做 咱们是不是说在这里啊 咱们需要再加上一维了 是吧 哎 看这里啊 就是说 我可以啊 在这里加 我们用np. 啊 new一个errors new一个 就是说 我们在这里啊 直接加上一个新的维度 哎 我们直接来debug看一下就好了 就是说啊 通过这样一行代码 我使得原来三维的动向 我在前面再加个1 是吧 我们看一下 运行完这行代码之后 我们打印一下 哎 是不是说啊 现在我们现在前面加了一个1 是吧 哎 加了一个1 是不是没什么太大影响啊 我们从 我们只要保证这个496乘以300 乘以700 乘以3 这些总和是不变的 那么 总是总和保 总和保持不变啊 那么就是可以的 所以说呢 在这里啊 我加上先加上了一个新的维度 又加上了一个1 就是说 加上了一个新的维度啊 使得哎 咱们的输入啊 跟咱们卡币啊 这个配置文件要求的 这个输入啊 是一样的 是吧 都是一个四维的 然后呢 咱们来看一下 咱们现在啊 做完了这个四维之后啊 咱们还有什么不一样的 还有些顺序不一样的 是吧 卡币要求的咱们是 哎 第一个是1 第二个是3 然后是496 然后是700 是吧 那么咱们啊 是不是需要变换一下 咱们需要怎么变 咱们是不是说 需要把这个3呢 给它移进来 是吧 我们来看这点 这个是不是先是1 再是3 再是H 再是W 是吧 然后呢 咱们啊 现在这个3在后面呢 所以说呢 咱们首先啊 需要通过这行代码 这行代码意思啊 就是说 把我这个3呢 给它维度变换一下 从咱们这个第四维度 哎 变换到第二个维度 咱们来看一下 变换完了之后 哎 咱们现在的一个shape 是不是变成这个样子了 是不是现在变成13 496 700了 变成这个样子之后啊 是不是跟咱们卡币啊 要求的咱们那个输入格式 是一致的了 是吧 也就是说啊 咱们一张图像进来之后啊 咱们首先要对它的shape 进行一些变换 使得它这个shape啊 跟咱们卡币啊 咱们定义好的 那个data的shape 是一样的 是吧 然后咱们来看 就是说 哎 现在咱们来看 咱们现在这个13 100 100 跟咱们这个13 496 700 不一致是吧 那么咱们怎么办 咱们还要变一下 是吧 我们对这个网络 哎 对这个网络中的data层 是吧 我们看 这里是不是data层啊 我们要对这个data层 再进行一个reshape 是吧 把咱们这个配置文件里啊 就是说 我把配置文件里 这100 这两个100 改成什么 分别改成496和700 是吧 也就是说啊 我要用我现在的 一个输入的shape 当做咱们这个data的 一个shape 是吧 就是说在这里啊 我们要对这个 13100 100 把它改成 13496 700 那么这一步啊 就是做了一件这么事 是吧 然后啊 做完了这么一件事之后啊 咱们啊 这个第二步啊 跟这个一步加起来 是加起来一起做了那么一件事 然后呢 做做完了这个 做完了这个事之后啊 就是说前一步啊 咱们是把shape变换好 shape变换好之后 咱们是不是还要把数据放里啊 那么第一步是变换shape 第二步啊 就是说咱们把数据啊 放里 哎 数据放里了之后 咱们现在是不是有数据了 有数据了 咱们就可以来做这个事了 是吧 咱们就可以让网络 哎 跑这么一次 nate点forward的 就是说 让咱们这个网络啊 跑一次 啊 咱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 我看我debug一下 给大家演示一下 演示一下 咱们这个层啊 确实起作用了 啊 我就在这来写吧 好了 forward 咱们先把这个shape 再debug一遍 好 我们来看啊 现在 哎 就是说 呃 我们来打 直接打印一下吧 我们现在来打印一下啊 这个shape 咱们就不关心了 咱们直接打印一下data 是吧 我们来看啊 就是说 咱们每一做这个操作之前呢 咱们这个数据里边 这个data长什么样 是吧 哎 每做这个数据之前 看我们 因为我们来看这点 嗯 啊 没做这个数据之前啊 他现在 哎 我们就看最后的一些值吧 是吧 最后的一些值啊 都是一些 比如说这个是负8点多 负8点6几 负8点8几 是吧 咱们来看一下 咱们现在啊 让他加上之后 哎 执行了咱们这个自定义操作 是吧 咱们在 咱们不是在这里定义了一个值等于21吗 咱们来看一下 他能不能加上这个21 咱们记住啊 这都是负8点几的 然后咱们执行一下这个操作 执行完这个操作之后啊 咱们打印一下输出 是不是哎 加上了 咱们来看一下 哎 这是咱们的一个输出 是吧 咱们刚才是一个负8点几 是吧 负8点几 加上21 等于多少啊 负8点几 加上21 大概是等于12点多 是吧 也就是说呢 咱们这个网络啊 确实是完成了这么一个操作 是吧 确实是从我这个配置文件当中 把这个21的值啊 拿过来 然后确实啊 做了一个加法这个事 是吧 那么刚才给大家演示的 就是说 咱们这个配送层啊 咱们该怎么样去定义 以及呢 这个数据来了 咱们怎么样做预处理 然后呢 把他们这个东西啊 加到这个层当中来 是吧 那么这个啊 也是啊 最简单的一种 Python的结构了 其实呢 你复杂点啊 你要如果说 你这个层要复杂的 无法 无畏 就是说 不外乎 就是说 你这个forward 做一些复杂的变快 你这个backward 前向传播和反向传播啊 做一些比较复杂的变快 但是呢 这个大的框架 还是这个框架 是吧 my layer 一定要跟咱们这个 里边写这个layer对应上 然后呢 咱们这个 一定要继承 Copy点layer 这个东西啊 然后就没有什么太多 需要大家注意的啊 就是说 咱们啊 要是想去啊 自定义一些python层 自定义一些层啊 完成一些咱们自己的事啊 咱们就可以用这个python层 来做这个事啊 我们可以看啊 就是说 从代码上来说啊 就是说 也并不是很复杂 是吧 只不过说呢 需要大家 再去完善一下 这个forward和backward 把咱们自己想做的事啊 把它写到这里边 就可以了 就是说 你输入来了 你要对输入做什么样的操作 对完输入做什么样的操作之后啊 你把这个东西啊 把咱们的得出的结果啊 交给这个top0是吧 我们看 这里是不是说 把咱们计算结果 交给top0是吧 交给top0之后 是不是相当于 咱们这个层就完事了 是吧 其实啊 没什么太难度 只是把数据 把咱们的输入 bottom拿进来 做一个操作 写好 得出这个top啊 就OK了 那么关于啊 这个自定义python层 这个东西啊 就先给大家先讲到这里了